新北市政府在溫泉村這個地區 它所做的其實不是勢地重化 它是勢地亂化 為什麼說它是勢地亂化呢 首先 第一個 它的勢地重化的這個計畫裡面 幾乎所有的地 都拿去當建地 都拿去當住宅用地 這個非常荒謬 為什麼呢 現在新北市的空屋率目前是全台灣最高 達22% 換句話說 新北市每五棟房子 有一棟是空的 再來呢 新北市現在的漁屋 新建的房屋 它的這個 自銷量是 對不起 新莊區 新莊區在新北市裡面的 城屋的自銷量是 僅次於林口跟三峽 現在是第三高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新莊根本就沒有任何住宅的需求 20年內這些房子都賣不出去 在這個狀況之下 為什麼還要在 溫子順這個地方 跨了將近50%的土地 作為那個 住宅的開發使用 我們想不出什麼樣的理由 我們覺得這個大概 這個除了草地皮之外 沒有什麼理由 為什麼在這個狀況之下 還要蓋這個房子 政府的市地重劃是很不公不義的 因為他希望我們給他45%到55%的低屏 給他無償 而我們的低屏總面積只有15屏 而他拿走了 我們是要7屏 然後他就說我們可以跟 建商合起來重建 可是建商都不要跟我們合起來重建 因為7屏這麼小 沒有達到最小清建面積根本不能重建 所以政府外出的大餅是 難看不能吃 而且把門害到 算是居居權 人權 還有商城權 我們家人住 因為房子是50年合法建 在心中真的很少 可是他當時是規定說 那裡是黃紅區 所以不能夠做任何變更 那所以呢 我們房子都很老舊 我們也希望能變更 終於等到變更 捷運皆通了 他的計畫叫做 請你新裝30屏現在通通離開 因為30屏沒有任何可以補償的空間 他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請你走開 錢給你 請你走開 在多少錢呢 你猜一看好了 你自己問清楚 你就知道 我們離開這裡之後 買一間房子來住的錢都不夠 可是我們只有離開這裡 然後留過其他地方 目前的階段叫做省意通過 所以我剛剛也跟大家說明了 市府會保持最大誠意 跟大家討論 大家的訴求 但是你們要先退回 先暫緩 先暫緩 你們才要有這個誠意 不然你們就繼續執行 目前都已經還沒有發佈實施 目前都已經還沒有發佈在哪 但是 我們現在就是公告了 你們要先退回 先暫緩 執行的細節 我們會持續跟相關的鄉親 跟所有的意見 我們會持續的來跟大家做溝通跟討論 你們要先暫緩 你們要先暫緩 先暫緩才能溝通 先暫緩才能溝通 會回召礙 都市的計畫 都市的計畫 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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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都市計畫 OK 都市計畫 可以回召 restriction 都是計畫 都市計畫 145.40